HELLO 大家好 我是Meggy 歡迎收看我的影片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我的蠟燭收藏 那後續有朋友說到他們對於手勢配件分享也很有興趣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幾個我平常常用的一些手勢配件 那其中有包含戒指 手臉 項鍊 還有耳環 這四大品類來跟大家一起介紹 我自己平常是還蠻喜歡買一些可愛的小配件小飾品來搭配我的衣服 打扮偏簡約風簡單的人呢 更需要有一些好看的飾品來點綴我整個衣服造型 那我覺得如果有一個適當的飾品來搭配你的穿著 就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效果 那同時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投資 就是一個好的飾品你也可以戴很久然後重複使用 加上最近年底到了是美國這邊的感恩節打折季 所以今天介紹的飾品呢 大家可以觀望一下看之後會不會打折 那如果在台灣那邊買不到的話呢 也可以上去淘寶或蝦皮一些網站 看看有沒有什麼類似的款式 可以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在這次介紹之前 如果還沒有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記得要按下訂閱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了解我的最新動態 身為一個務實的圖像星座 其實沒有太多浮誇的款式 主要走的是一個簡單好搭配的基本款路線 然後我自己個人最近又比較喜歡金飾的部分 所以大家等一下看我的分享介紹 會以金飾的熟識之多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幾款我平常最常戴的幾個戒指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是比較簡單基本款的 然後有一些是有一點小浮誇的款式 那先從這兩個簡單基本款的跟大家介紹 那他們是來自於同一個品牌 就是Majurie 那這應該是一個加拿大的牌子 那我個人應該算是他們牌子的一個狂粉 因為我在他們家的網站買了很多的首飾 那我非常的喜歡 那他們的首飾呢有分就是14K金的 或是鍍金系列的 那鍍金系列的話就會比較便宜 那他14K金的系列有一些也不會到太貴 像這個兩個戒指呢 他們是14K金的 所以就是你可以戴著他洗澡啊 睡覺啊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會那麼容易生鏽 所以我還蠻常戴這兩個戒指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簡單很好搭配 突然拔不出來 這兩個金色戒指呢 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特色 但是我就很喜歡這種簡單的設計 然後也很方便去搭配一些你其他的首飾 就不會覺得太突兀 所以我還蠻推薦如果大家買戒指的話呢 可以購入幾款這種比較簡單的 然後去做一些不同的搭配 另外我也非常喜歡 Majuri這個牌子的品牌設計 每次他們的社群網站 Instagram post什麼新品啊 或是新的照片 我都覺得哇好燒喔 每一個款式我都非常想要買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喜歡這種 基本款的金飾啊 或簡單的搭配的話 也推薦大家可以上去他們的網站上面看看 接下來要分享就是我手上這個水鑽的戒指 那我是在一個美國的牌子 叫做BubbleBar的網站上面買的 那他們網站上面的東西都很可愛 他們不只出戒指 也有項鍊啊 手鍊啊 髮飾等等的 CP值算是蠻高 價格不會到太貴 那這個戒指呢 我是在去年好像年底的時候買的 當時特價 大家可以猜猜看他大概多少錢 那我記得那時候買好像是20塊美金而已吧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因為他的使用跟搭配率還蠻高的 平常就是可能出去啊 拍照啊 或是拍影片 就配一個這個戒指 我覺得都還蠻有分量 還有一種點綴的效果 那他這個上面的設計呢 他這個水鑽是用那種白色的水鑽 然後他的排列是那種有點斜斜的方式 我覺得還算蠻有特色的 那他裡面我用了一年多之後 算是沒有就是褪色或生鏽太多 所以我覺得他整體的質感還蠻不錯 也還蠻值得投資一個這樣子的 比較有分量有存在感的戒指 那對你的這個造型啊搭配都還蠻加分的 最後要來分享的戒指呢 就是我手上這個珍珠的戒指 然後他是搭配玫瑰金的 我覺得還蠻美的 那這個戒指呢 我是在淘寶的網站上面買 我當初就隨便搜尋珍珠戒指 然後就看到這個不錯 我就直接下單 結果收到實體呢 又有經驗一下 想說欸質感還蠻不錯的 比我想像的好 那CP值也蠻高 這個價格應該也是 五六百塊台幣左右 那我用到現在大概一年半多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沒有壞掉啊 或是褪色等等的 這種珍珠的戒指也算是一個 存在感蠻高 然後也是一個很好搭配的商品 那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找這種類似的款式 接下來要來分享就是我的首飾系列 那首先這一條呢 就是我平常日常最常戴的首列 就非常簡單的一個金色的款式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 我是在哪一個網站上面買的 那這一條首列呢 我是在Amazon上面買的 然後我會買到這一條首列 是因為我之前看我主管戴 我覺得欸很好看 我就問他說你在哪邊買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在Amazon上面買 我覺得喔 原來Amazon上面有賣這種不錯的首列 當時還蠻驚訝的 所以我主管他品味還蠻好 然後又很會找一些評價好看的飾品 所以我就跟他要的網址 自己也買了一條 然後戴了現在一年多呢 我覺得他算是質感還不錯 沒有到褪色很多 我覺得還OK 因為他的價錢也不貴啦 就大概20塊美金左右 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壞掉 或褪色也不會太心疼的那種價錢 還蠻推薦大家 如果你也對這種基本款的首列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Amazon上面逛看看 下一條要分享的首列呢 就是這個來自於 Justin Quinkey 牌子的首列 那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牌子的設計 他們最大的特色就是這種混搭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他有金飾 然後再配這個水鑽 這邊有銀飾的部分 然後這邊再配一顆真竹 就四種不同的元素搭在一起 然後都是我還蠻喜歡的 可是不會有一種突兀的感覺 反而覺得還蠻和諧蠻好看的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飾品算是CP值也蠻高 我記得我買這個首列 當時打折才四五十塊美金 然後也可以常常重複搭配很多不同的衣服啊等等 算是還蠻值得購入的 最近剛好感恩節快到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品牌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觀望一下 因為年底應該會有一波打折 然後如果有喜歡的話呢 也很適合趁打折的時候下手 最後一條要來分享的首列呢 就是這個 Agazzo的首列 為什麼我發音這麼正確 是我高中好朋友他送我的去年生日禮物 那他只好我很喜歡一些簡單的款式 像是月亮啊星星啊或笑臉等等 所以他就選了這一條月亮的給我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他是那種很簡單的氣質款 他的鏈子本身應該也是14K金的 所以應該比較不怕帶去洗澡啊 或者是外出就是日常生活妝都可以戴 他們家的飾品都是走一個簡單優雅的風格 那如果你是上班族或是你平常喜歡穿比較正式的服裝 都還蠻適合搭配他們家的首飾 第一個要來分享的項鍊呢 就是我身上這一條項鍊 算是出信率最高也最多人詢問的一條項鍊 大概有被六七個人思緒問過說 這個是在哪一個網站上面買的 那這個項鍊呢 我是在ChenChen他們的網站上買 那已經買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所以他們現在官網已經缺貨沒有在賣了 那這個Style我覺得是跟我剛剛前面介紹那個 Justin Quinty的Style有點類似 他就是也是那種金色的鏈子啊 混搭就是這個銀色 然後再配一顆珍珠 隨便你配T-shirt 襯衫或是一個洋裝 再配這個項鍊都很有造型感 那雖然現在官網他們已經缺貨 你還是可以去其他的網站 像淘寶或蝦皮等等的 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類似的款式 接下來要來分享的兩條項鍊呢 我都是在Majuri他們網站上面買的 當初我是看到這張照片被燒到 想說哇 搭起來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就買了其中的兩條項鍊 那我覺得這兩條項鍊都還蠻值得購入的 因為不論你是單帶啊 或是疊搭都很好看 那第一條呢 大家可以來看到的就是這個 月亮的款式 上面有這個月亮的這個圖案很可愛 然後剛好提到我很喜歡這種簡單的樣子 就是月亮啊 星星啊 或笑臉等等的 這條月亮的項鍊呢 我覺得很好跟其他的款式做搭配 像是比較短的金鍊啊 或是中等長度的項鍊 然後再配這一條比較長的項鍊 可以做三層的搭配 還蠻好看的 那另外一條呢 就是這個 小小的水鑽項鍊 那這個水鑽呢 雖然很小 但是它的那個鑽還算亮 就是平常拍照啊 或是戴的時候 還算是看得到它有一個小小的鑽在這邊 小項鍊我也是很常會拿來單戴 或是跟其他的項鍊做一些搭配 我覺得都很適合 也非常的好看 下一條要來介紹的項鍊呢 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款式 就是這種鏈條 Chain系列的項鍊 那我這一條項鍊呢 我是在Maywell他們的網站上面買的 那Maywell他們平常就是服飾的品牌嘛 他們有些飾品我也蠻喜歡的 那它這一個特色呢 就是它做的這個金色 不是那種很亮的金色 是比較霧面感覺的 這個鏈條不會做得太誇張 因為有一些鏈條可能是 比較粗 然後分量感比較重的 它這個是比較可以日常戴 然後比較沒有那麼顯眼的 最後要來分享的兩條項鍊呢 它是我今年收到的生日禮物 非常的感恩 那第一條呢 就是我的朋友KK他送我的 它是這個14K金的珠鼻項鍊 我覺得它質感跟做工都真的非常的好 雖然它的款式很簡單 不過你戴上去的時候呢 就自帶光芒 有一種閃光的效果 很難忽視它 這種簡單的款式不但可以日常戴 也可以疊搭很多其他的項鍊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看 這個項鍊是來自HERA Jewelry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要訂購這種14K金的項鍊或首飾的話呢 可以直接去他們的Instagram私訊他們 就可以直接購買 最後這條項鍊是我的朋友April他送我的 那它是星星的款式 剛剛前面有提到說我非常喜歡那種簡單的Style 所以這個星星呢算是蠻符合我的胃口的 這個金式呢是比較鵝黃色的 不是那種金黃色的感覺 有點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顏色跟T恤或白色衣服搭在一起 非常的適合 那它這個牌子的網站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金式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看 也是走那種簡單基本款經典好大的路線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種金式啊簡單的款式 也可以上去他們這個牌子的網站逛逛 最後要來分享的就是我的耳環系列 那我在整理的時候發現其實我還蠻多珍珠類的耳環 那首先第一個呢我也算是拍片最常戴的這個珍珠耳環 也是在Marjorie他們的網站上面買的 記得好像60塊左右吧 然後我覺得它也是非常的好搭配 這個珍珠我覺得質感還蠻好的 這個金式的部分沒有那麼容易生鏽 因為有時候你買一些外面的耳環 它就是雖然一開始用看起來OK 可是用久就很容易生鏽的話它壞掉 或是你耳朵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就比較不能戴太久 CP值聽高的 因為我很多很多影片都是戴這個耳環 然後隨便就是戴一下 配你平常的服飾 我覺得都還蠻有氣質 蠻優雅的 也很想要嘗試那種小小的圈圈的耳環 戴在這個耳骨上面 就是不需要打耳洞 你也可以戴的那種耳環 就小小的hoops 在等Marjorie之後 如果甘安姐打折的話 應該考慮買個機款來戴戴看 之後可以再來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戴 我自己本身的珍珠耳環呢 很多都是在淘寶的網站上面買的 像是我現在耳朵上面戴的這個耳環啊 或是這幾個珍珠耳環的款式呢 我都是之前在淘寶上面 隨便選一個商家 看到不錯就直接下訂單 結果寄過來看到食品 出乎意料都還蠻不錯的 如果我還找到連結的話 我會貼在影片資訊欄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我覺得這些 簡單的珍珠款式呢 個人是非常的喜歡 就是很好搭配 不論是上班的衣服啊 或是跟朋友出去吃飯 去約會 或是去什麼活動啊 就是帶一個這種簡單的氣質款 我覺得都非常的實用 搭配你的金飾啊 或銀飾都不會有那種很突兀的感覺 另外我很喜歡戴的耳環呢 那就是這一種集合的款式 就是感覺隨便一帶 配一個很簡單的衣服 也很有造型感 然後我選的這種顏色 也是那種比較素色 比較溫柔顏色的款式 我應該也是在淘寶上面買的 不過我記得可能冬區 或是夜市 也有在賣這種類似的款式 應該還算蠻常見的 也推薦給平常喜歡 簡約搭配的朋友們呢 也可以買這種 偶爾有點小浮誇的款式 來點綴一下你的造型 第三就是我今天的手勢分享介紹 希望有收到一些朋友 可以考慮去購買 我今天有講到的一些款式 那如果你有什麼其他推薦的 手勢必買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的留言區底下告訴我哦 那喜歡這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哦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哦